前阵子有一位朋友来找我看病 愁美苦脸的 我这位朋友 生活条件非常好 看似什么都有 就是丈夫生了大病 我邀请他来教会 他一听到教会这两个字 火从心中来 说我不信耶稣 我是无神论者 但是亲爱的朋友 让我提醒你 当我们死亡以后 都是要在上帝的面前 接受审判的 这就好比人生的毕业考 而且是没有不考机会的 也没有办法重修 如果名字没有登记在 通过名单上 就会面临着第二次的死 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所以我们都应该和他重新建立关系 他的恩典何其大 只要我们口诵心律 心理相信 不仅在世的日子 可以享受极大的平安 而且在人生的毕业考中 也可以拿到及格的保证 本来就会参与